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大家午安 很開心見到弟兄姊妹 以及我們當中的 都一起去敬拜我們的主 我們現在是在線的 更加歡迎你 很快地來到我們當中 一起在聖殿裡敬拜我們的神 讓我們在這段時間 安靜我們自己 然後我們用個討告的開始 初愛天父我們滿心感謝你 主是你各位創造天地萬物的神 願意我們能夠在我們的心裡 現在開始 讓我們堵空我們自己心裡的一切 無論我們帶著什麼記掛 帶著什麼不舒服的 身體不舒服的 或者甚至我們靈女是有需要的 我們就在這一刻 將這些全部交到主意的裡面 祝求你的聖靈來臨到我們當中 你作成功 你就要提醒你 你要去祝一個敬拜 你也要祝我們今天 在這一刻裡面 祝一起來作一時的祝誅 主你在我們身上所有作為 就是你願意擺上自己 我們作一次用聖餐 去紀念你的身體的擺上 為我們所流進的血 讓我們預備我們的心 全然地去敬拜主你 让你的恩典和作为 再一次给我们去经历 再一次去遇见主你 在你的里面 我们再一次跟你相遇 就用我们的敬拜 蒙主月立 我们祈祷交托 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命祈求 阿们 跟着我们是以宣诏来到开始 我们的敬拜 今天的宣诏经文在 诗篇106篇第一至五节 请大家起立 可以的话 都可以一起大声去诵读神的话语 诗篇106篇一至五节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要清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 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 凡遵行公义的 这人便为有福 耶和华 你用恩惠代理的百姓 求你也用这恩惠纪念我 开你的救恩眷顾我 使我见你选民的福 乐你国民的乐 与你的产业一同跨遥 让我们预备的心 用诗歌来到去敬拜我们的神 请敬拜祖 刚才我们读了尊导的经文 我们现在用一首诗歌开始我们崇拜 一起去赞颂全能永活的神 赞颂未停 赞颂全能永活的神 赞颂全能永活的神 我从心敬拜 赞颂全能永活的神 你信实何广大 我用一个爱歌来提醒我们大家 在耶利米爱歌记载 三章十九至二十四节 它说回忆起我的困苦飘留 就像是附近的和独草 每逢我的心想起往事 我的心就消沉 但我的心一想起下面这件事 我就有指望 耶和华的池爱永不断绝 他的池爱永不止息 每天早晨都是新的 你的信实多么广大 我心里说 你信实何广大 我们唱三节 信实何广大 圣天赴真神 你永远不离弃 爱你的人 你永远不改变 满游连闻人 食灾金灾我主 我主我神 你信实何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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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信服 请信 神神全我一交三 我一切所遭用 你都已预备 你信心可光大 欠在我上 春夏秋冬春花 在中有修识 日月星山 尚时代 尋归昏下 天地与周密密 大同作见证 述雪我主信实 慈爱永恒 你信实可光大 你信实可光大 请神方清上 全爱一九三 我一切所需用 你道已预备 你信实可光大 欠在我上 你信实可光大 你信实可光大 明天地盼望 你信实可光大 你信实可光大 我一切所需用 你道已预备 你信实可光大 欠在我上 大家请坐 下首诗歌 《恩着信》 大家看《希伯来书》 第十一章一字二节 神的说话这么说 信就是所盼望的事实的把握 是还没有看见的事情的明证 恩着这信心 古人得到了清许 在首诗歌《恩着信》 他每首节里边都是 憑着信 当中他说 憑着信他离开吾尔 恩信全然奉上爱子 大家都知道是阿伯拉罕 憑着信用全力 玩着天使 赢得祝福 玩得名字 是雅各 憑着信他 走近红海 潮浪分开 是摩西 他说 恩着信曾有被困在狮子坑内 但是在敬拜上面 上帝发誓致死不改 是达以来 某天下定决心围绕在城墙 憑着信放开呼喊的 是若书牙 有先知被困他方 常见心里安静 仍确信上帝 荣耀会回来 是 是 耶稣 这首诗歌提醒我们 也提醒我们上个星期一段经文 在用福音二章十一节 他说 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 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 他显出自己的荣耀 他的门徒就见 他就信了 门徒就见了 主耶稣 是上帝的儿子 他信心和增加 当我们行到 我们不预料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经过的时候 都好像当中诗人所说的 诗讲所说的 圣经所说的 这些圣经的先知 圣经神的宋律人 他经历过之后 就见到神是带领了他 我们信心都增加 可以唱首诗歌 欣着信 圣经神的宋律人 就走着天使 赢到祝福 换了名字 彭信 他走近红海 人信 年朝浪也分开 彭信 就有病 远于狮子客内 愿敬拜上帝 发誓至死不改 在某天 他下决心 唯弃腰在城外 行顺 他分腹 陷胜 盛墙 便倒塌下来 又有善 只被他放上 在心里正代 仍深信 上帝 荣耀会 回来 盼信 我们为着奉居 人信 通寻着 要认去 盼信 分分分 连续 世上 指示 寄居 照更给他 向走回来 盼信 他离别无忆 人信 全天 奉上爱子 盼盼信 华友 全全力 抓住天使 赢到祝福 没想明智 盼信 他 省近 红海 人信 连潮浪 也分开 盼信 曾有 人 跪 愿于 狮子 盼 内 仍经 拜上帝 发誓 似死不改 在某天 得下 决心 会 要在 城外 盼信 放声 抚哭 城墙 便 倒塌 下来 又有 诗 之 彼佬他 放上 在 心里 正 待 盼信 上帝 荣耀 会 会 来 盼信 我们 我们做一简短的祈祷 天父多谢你给我们有诗歌预备我们心 去敬拜你 求神 正灵当中继续带领我们 摆上我们的信心 用我们的真心 真意 凭着真理 去敬拜你 去歌颂你 因为你是唯一我们要敬拜的真神 感谢你 上祷告奉主的圣灵祈求 阿们 大兄姊妹平安 感谢主 感谢主 好啊 我今天呢 和大家分享 大家都很熟悉的圣经 就是《创世记》第一章 26到28节 题目是 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大家如果你注意到你周围的东西 你发现每一用东西 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和使用的价值 每一个人怎么来这里呢 你都是开车来的 所以汽车有它存在的意义 和使用的价值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电脑 电脑有它存在的意义 使用的价值 甚至你坐着这张椅子 这张桌子在这里 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现在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人生存的意义是什么 神在更多的创造当中 人是他能力的彰显 是他智慧的结晶 但是神做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要活着呢 人由哪个地方来 要往哪里去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目的呢 诗篇第一百三十九篇第十四节 我们受造奇妙可畏 We are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人这个身体是有多奇妙呢 好像我们身上体内的血管 大的血管 小的血管 微小的血管 加上来有多长呢 有一亿六千八百万英里 可以绕着地球两圈半那么长 我们的鼻歌 小小的鼻歌 能够分辨超过一万种不同的味道 很厉害 你的耳朵 你的耳朵里面 能够分辨一万五千种不同的音调 我们这个舌头 单单这个小小的舌头 有超过六千个taste bud 六千个微女 去反尚不同的味道 我们的大佬 更加很厉害 能够传超过一百亿个储存资讯的细胞 更加奇妙的是 当这些细胞过去了 它可以将知识传给下一代 下一代 下一代 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 当然了 讲到这些事 真正使得我们能够记忆的是灵魂 不是这些细胞 因为有些人曾经 曾经出车祸 他的脑出血 将脑切了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但是当他醒过来之后 以为他要失去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的记忆 但是他没有忘记 有些人以为头很大 他的脑很大 但是当他过去的时候 医生打开他的脑 实际里面的脑很小 但是头这么大 我们说大很聪明 但是没有那么多 实际真正能够使得我们记忆的 是我们的灵魂 很奇妙的 除了这些 我们还有一样很奇妙的东西 就是人有一个愿望 人有很强烈的愿望 这个愿望成为我们奔跑一身路程的动力 有些人从小时候就说我长递的时候 我要做一个艺术家 有些人说我要成为一个工程师 有些人说我要做一个banker 我们没几年之前见过一个banker 就做了28年了 他从小就有 有些人说我要成为很结出的政治家 有些人说要做一个很成功的商人 有些人的愿望 因为有了这个愿望 他们就好每一个努力 直到他得到他的目标 直到他成功的日子 这些都令到我们感到很有兴趣 是别的生灵没有的 我们当中有一个叫George 他是做construction engineer something like that other manager 因为每一个人神比他不同 你有这些愿望 是其他的生命没有的 只有人有这些 你就要问 为什么人这么独特 答案就诗篇139篇 说我们受造是很奇妙 We are wonderfully made 神这样奇妙的创造了我们 我们被造的意义 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 大兄姊妹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 圣经是出自 创世纪第一章 26到28节 我们先看26到27节 我们一起读好嘛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做人 使他们管理海内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伸促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 就做男做女 好了 如果你第一次读这个圣经 你就会问一个问题 说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 神的形象如何呢 神的形象如何呢 从圣经的内面 我们知道 神没有一个身体的形象 因为这个韩福音第四章 24节耶稣说 God is Spirit 神是灵 灵是没有身体的 也没有形象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 圣经跟我们说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因为神没有个身体 那你就问了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做人是什么意思呢 回答 这个形象不是身体的形象 而是神生命的特征 神的生命的特征有多少呢 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八个 八个 一会儿完了之后 个个都会被问到的 所以你要留心听 OK 厉害 OK 神生命的特征 第一个是 神是爱 God is love 所以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 神做我们成为一个有爱的人 我们有能力去爱 也都有能力去接受爱 大家知道 将爱给对方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我们看到George George有个儿子 叫做Trevor 是吧 你有没有看到他们父子 你多伤爱啊 好伤爱啊 他每一次呢 和他的儿子抱在一起 摸他儿子的头发 他儿子又冲过来 抱着他爸爸 是吧 就是当你见到 当你见到 George将他的儿子抱在他怀中的时候 他会觉得这个是他真正的父友 他会觉得很温馨的 你和你的配偶同心 相信主 一样的盼望 一样的爱主 予此相爱 你一起去清洁 去买东西 去跟云 去劳动 一起在后院 你去种你的果树 接着呢 你一起去收割 你觉得这个好喜乐 大兄姊妹 这样的爱是神比的 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 神的家 大兄姊妹见面的时候 很宝贵 很珍惜 我们对主里面同心合意 我们一起交通 一起敬拜主 服侍主 这个喜乐是很大的 文字没有办法描写 言语也都没有办法去表得 神不单给我们有能力去爱人 神也都给我们有能力 去接受爱 你看我们当中这个Mia Mia有两个儿子 Mia有两个儿子 你看Mia每一次去接儿子 有时儿童 私奔完了之后 跑过来妈妈这儿 所以她抱着儿子 你会觉得海很欢喜 好欢喜 所以大兄姊妹 你做母亲的 你知道怎样去爱 实际上你也有个能力 去接受爱 记不记得你第一次 带着你儿子去学校的时候 把你放下在那儿 那个儿子怎么样 他不肯 他不肯你走 他一直哭 No, no, Mom Stay with me 你不要走 那个依依不舍 令到你一方面 你知道他需要成长 但你也感到很幸福 很幸福 当你有能力去爱的时候 你也很喜乐 圣经跟我们说 God is love 神就是爱 祂照着自己的形象 做你 做我 坏的事 使我们能够爱神 也能够接受神的爱 享受主的爱 我们能够爱人 也都被人爱 实际上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 所以神的生命的特征 第一是什么 Love 爱 第二 我们看神生命的特征 就是祂有选择的能力 祂有选择的能力 圣经说 神随自己的意思行事 当神做人的时候 祂也都被人有一个意志 有一个能力 去选择一生的道路 创世记第二章十六十七节说 神在伊甸园中栽了一果 分别善恶的树 神对阿东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食 因为你食的日子 必定死 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三件事 第一 神被人有选择的权利 第二 祂也都被人有选择的 项目 这个机会 人如果只有选择的权利 没有选择的机会 选择是一句空话 所以神被人有选择的权利 也都被人有选择的机会 第二 神将选择的结果 如先和人家说 神说 你食的日子 必定死 神将你做的选择的结果 如先和你说 第三 神尊重人的选择 神没有将他的意思 强加在人的身上 如果有的话 神装了那棵树 用那些铁栏杆 那些泥巴 将那棵树围起来 或者将亚当的手 夏娃的手绑起来 但是神有没有这样做呢 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神要被亚当 夏娃 自己做选择 选择 他为自己选择 但兄姊妹 真诚的爱 和自由的意志 是连在一起的 使得爱显得诚高 选择必须是出于真诚 如果有人现在拿着枪 对着你的头 你爱不爱我 不爱我 我就打死你 你说 我爱你 我爱你 你信不信他 你觉得那个爱 是不是真的 不是 他是被逼 因为他怕死 如果他指着枪 你不爱我 我就打死你 那你说 我爱你 但是那个 是为了你要保存 自己的生命 说的谎话 但是如果爱 要出于内心的真诚 你就要选择 但是当你选择 爱对方的时候 你就觉得 这个是很美丽的 有些人不明白 神为什么要在 医殿员当中 去安置一个分别 善恶书的书 他们甚至买冤 实际 这个答案 就是以上所说的 真诚的爱 必须出于 根深路意的选择 所以 真的爱和选择 是连在一起的 好了 我们现在看 神生命的第三个特征 我们的神是圣结的 你未记得第十一章四十四节 神话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所以你们要成为圣结 因为我是圣结的 一样一书第一章五节 说 神就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 虽然照着神的形状 被造 那基本的表现 就是你喜欢光明 你喜欢圣结 我们喜欢圣结的环境 我们喜欢圣结的意愿 我们喜欢圣结的行为举止 我们更加要喜欢一个 圣结的心灵 圣经跟我们说 人非圣结 不能见神 耶稣说 清心的人 Blessed is the pure in heart 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因为神是圣结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圣结的心灵 很重要 如果不圣结 就没办法跟神沟通 光明和黑暗 互相不会有往来 要望神的喜悦 人必须圣结 圣结的心灵 圣结的心思 圣结的身体 圣结的生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 我们的神是圣结的 我们也都必须圣结 第四 神是灵 God is spirit 神做我们是成为一个有灵性的人 创世记第二章七节 圣经说 耶和话用地上的残土做人 将生气 摧在他鼻孔内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He become a living being 所以人活着的时候 是因为灵 在人的里头 居住的缘故 我们的身体 只不过是一个帐篷 被灵魂居住 身体是我们灵魂 表达思想的工具 如果没有了这个身体 我跟你没办法沟通 但是有了这个身体之后 我们就可以彼此去分享 我会跟你分享我的思想 分享我的感觉 分享我的计划 人因为互相沟通 就彼此明白 互相去欣赏 但是这个身体不是真正的我 灵魂才是真正的我 有一日当这个身体离开 当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 身体就死了 回到哪里呢 回到尘土的里面 神有灵魂我怎么知道呢 实际神有灵魂 表现在我们敬拜主的上面 你去过全世界很多的地方 你去到最北的北极 去到南极 去到非洲 去到美洲 去到哪个地方 去到亚洲 你接触到不同皮肤的人 你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去交谈 你发现一件事 就是每一个地方的人 他们都有worship 他们都有敬拜 他们都知道 有一位神 他们都很诚心在一个地方 敬拜他 这个是动物没有的 动物没有worship 因为他们不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 动物植物 空中的雀仔 海里的鱼 地上的野兽 地下的昆虫 都没有灵性 所以这些因为他没有灵性 所以他不会学慕神 他们不会寻求神 他们也都不会敬拜神 但是人是有灵性的 所以我们很自然 很自然就学慕神 我们人用各种的方法 去寻求神 要去讨神的喜悦 要与神沟通 我们现在看神生命特征的 第五个方面 神生命的特征 是有道德的标准 有道德的标准 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 我们人也都有道德的标准和观念 我们知道什么 为之是错或者是对 我们知道好与底 我们知道是与非 我们就将这个叫做 我们的良心 或者叫做良知 大兄姐妹 良心是神给人一个专利 是一个专利 人类虽然堕落了 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分辨 是非好底 一个小孩子 他是基督徒的长弟 或者他不是基督徒的长弟 他都有一个良心 他都能够知道 何为善 何为恶 他知道什么叫做好的伦理 他也都知道 这是逆论的事情 他有一个公平的心 去欣赏良善 他们有一个愤怒 去惩罚光恶 但是动物呢 动物是没有是非的观念 它没有道德的标准 无可否认的 有些动物很聪明 甚至他们有感情 他们有他们的性情 你没有惹牠 你惹牠咬你 你惹牠吃了你 他会生气 但是 他有没有是非的观念呢 今天有些人 将动物 将猫 狗 人性化 他说 Oh this is a it's a member of my family 但是当他将你的东西 醒能的时候 他会不会跟你说sorry 有没有 你有没有养猫啊 大兄 有没有养狗啊 有养狗 有养狗就是 你追牠的时候 他将你的东西踢烂了 或者一些水 什么倒在地上 他会不会说sorry sir 不会 他不知道什么 是错和对的 他不知道的 因为为什么呢 他没有是非的观念 他没有道德 他没有道德 但是人就有道德 但是人就有道德 所以人会 尋求高尚的道德 他会高举真理 他会去 embrace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他会 他会 喜爱 良善 这些不是 劳动产生的 这个是神照着 自己的形象 创造而有的 我们现在看神生命的第六个特征 就是God is very intelligence 神很聪明的 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 所以人也都很聪明 很敏捷 他有逻辑 有思维 有理性 有洞察力 他会推论 他会辩论 他会做深刻的分析 他会做很周到的考虑 他会观察 他会判断 你看人有领导的能力 有外交的能力 有策略 有计谋 人会模仿 他会变通 我们中国人时代 举一仿三 就是他会变通 他会改进 人很聪明 你看人可以记忆的东西是多少呢 人可以储存的资讯 是整个Congress的Library的 所有的资讯的十倍 你一生都用不尽 这个是一个很惊人的数目字 我们不但能够拥有 众多的知识 我们更加有智慧 去使用这些知识 我们会去经营 会去管理 会去做安排 我们会解决 我们会解决物理上的问题 我们会化解 人与人之间的糾纷 我们叫他做灵魂的工程师 我们叫他做和平的使者 人还会继续积累 那些知识 经验 以至他们的技术上的质量上越来越高 但是动物不会的 牛永远都是一只牛 所以妈妈你98岁还是99 你有没有看到牛有有些改进 牛有没有改进 没有 你看到一只羊 羊有没有改进 你看到那只狗 有没有改进 有没有进步 你看到蜜蜂 蜜蜂会捉它的 蜜蜂 那些蜜蜂 是很漂亮的 六角形的 使用最低的空间 但是它有没有改进 永远都是这样的 那些小鳥会捉它的窝 它的囚 但是它捉的窝和囚 都是咬一条草 一条羽毛 放在一起 有没有改进 没有 它都是这样的款 它不会有新的款式 为什么呢 它有些instant 但是它没有神的intelligence 但是人 你看到我们 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的时候 我们就不断地在那里成长 好像小孩子小的时候 它就是这样的款 你看它好像什么都不懂 最大一点的时候 它又不同了 它会哭了 最大一点的时候 它会说话了 它会表达了 它有自己的主见了 它会判断了 它要跟你说 我的价值观 我觉得在这件事上 应该是这样 而且当它跟你分享的时候 你觉得 哇 我的儿子为什么突然之间 这么聪明 为什么这么聪明 为什么这么聪明 上来 是不是 Jane 是不是 那个女儿 变得很聪明 有时都surprise 一段时间 没有见到她 是不是这么说 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神做人的时候 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 做的 Man is very intelligent because God is intelligent 第七 神生命的特征 他是永远的神 我们称他为 永生的神 He is the eternal God 神照着自己的形象 做我们 所以我们也都对永恒 有一个观念 你讲到永恒 永恒有多久呢 真是没人知道的 希腊的哲学家 曾经用一个比喻 一个故事 去跟我们讲 永恒究竟有多少 他说一个雀仔 由大二个星球 每年来个地球一次 一次担一粒沙 就可以放在另一个地方 直到每年都回来 令到整个地球都搬世了 你说要多久呢 他说 但是 那个才是永恒的开始 是的 永恒的概念 我们是觉得很渺望的 我们是触摸不到的 但是人对于永恒 就一直都很有兴趣 我们很想知道未来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神是永生的神 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 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 当神做人的时候 神将永恒 将永恒安置在人的心里 圣经跟着说 然而神的作为 由此至终 人不能沉透 因为神 做我们的时候 将永恒这个 观念放在我们的内部 使得我们对永恒 很有兴趣 但是神的作为 永恒永远的活着 从古到今 人一直要找一个方法 寻找一个方法 或者药物也好 锻炼身体也好 改变基因也好 即是他盼望人可以活长一点点 他希望人能够永远不死 中国以前有个皇帝 叫秦始皇 秦始皇要寻找什么呢 长生不老弱 有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啊 大家知道 他已经过去了很久 兄姐妹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 人为什么一直朝着 永恒永生的方向 不懈的努力 实际答案就是我们 今天读的圣经里面 就是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 人有灵魂 这个灵魂是永远的 所以人必须为他的灵魂 尋走永恒的归宿 人都知道 真是照着圣经 高南道后书第五章所讲的 这个身体 灵魂是灵魂居住的帐篷 他说当这个帐篷旧了 拆毁了的时候 灵魂就很不舒服 他要搬家 但是灵魂搬去哪里呢 圣经跟我们说 不是到神的地方去 就是神为魔鬼预备的地方去 兄姐妹 我作为一个牧师 我很有机会 有时呢 有些人临终的时候 都是会请牧师去的 你看 当人有生命气息的时候 那个monitor monitor 他有心电图 有脑电图 他有什么什么 人活着的时候 有activity的时候 那个monitor上面 那个曲线 是上下上下跳的 上下上或者这样 但是有一天 这样走下走到 变成一条直线 变成一条直线 就是什么 no more activity no heart activity no brain activity no 这个时候医生 讲一句说话 他说 he is gone 中国人都有这句话 他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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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is gone 这个他是哪个呢 他就是灵魂 he is gone 不是好像灵魂 那么简单 he is gone 他去到哪里呢 他去到哪里呢 这个是一个问题 我的儿子是读医生的 婆莲姐的女儿 是读医生的 我有时跟他 讨论这个问题 我说 你们对生命 怎么看呢 他说 爸爸只有圣经 有答案的 我们医学是没有答案的 圣经的话语 就是对的 你照着圣经 就是对的 which is so true 所以弟兄姊妹 人真的一直都有个永恒 在我们的内面 we want to live longer we want to live for eternity 但是我们知道 自从亚东犯罪之后 永远的永治 就不在世间 世上没有永远这两个字的 没有永远的爱 没有永远的团在 没有永远的安全 没有永远的欢乐 什么都是暂时的 暂时的东西 不会满足我们的心灵 暂时的东西 有一天会被代替 但是感谢主 感谢主 神赐给我们永生 当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祂不单给我们 永远的生命 祂为我们预备 一个永远的家 神用永远的爱 来爱我们 使得我们可以有 永远的平安 永远的团在 永远的安全 如何得着呢 要用福音第三章十六节 跟我们讲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身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本得永生 要用一书第五章十一 十二节 跟我们讲 神赐给我们的永生 这个永生是 最他的儿子的里面 人有了神的儿子 就有永生 没有神的儿子 就没有永生 就这么简单 God give us eternal life and this life is in His Son He who has the Son has eternal life He who does not have the Son does not have eternal life 让福音第十七章三节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认识你所猜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所以当你认识 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拥有耶稣基督 你接受祂 进入你生命里面的时候 这个永生 是在他的意志里面 你接受祂 你就有永生 感谢主 在亚东的里面 人失去这个永远 在基督耶稣里面 我们重生 神给我们一个 永远的爱 永远的生命 永远的家乡 永远的安全 永远的保障 感谢主 你去其他任何的宗教 没有这个应许 他们说的东西都是不对的 他们跟你说 他练一练 他归于无有 他没有我 一切都是虚空 他们进入一个虚空的里面 最后我们看神生命的特征 第八个方面 God is creative 神很有创造性 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的 所以我们有创造的能力 我们有重生的能力 很奇妙的 神人所需要的一切 神都有供应给我们 所以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切 感谢主 但是神还是给我们的资源 去继续的 去发挥神给我们的 creative ability 所以我们能够去 直接神充做 你看人很聪明 他读化学的 读物理的 他会发现神 在我们所住的小小的地球上 有各种不同的东西 我们就能够用那些东西 去做不同不同的东西 很多我不是很会说 所以我写下 你看 你看天空 你看那些航天 航空那些探索 那些飞船的仪器 你看在海中 陆地 空中使用的交通工具 你看那些军事用的那些武器 军栏炸药 那些枪 你看在工厂的里面 创造不同的机器 你看到建筑物 你看到 很高很高的建筑物 我们这里有一位是 要做建筑师的 一位是施工的 希望你们将来会配搭 你有图纸有些什么 George帮你施工 帮你做出来 Anyway 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们生活上面 就是什么都有 应有尽有 甚至文学 艺术 音乐 书法 那些运动员的身体表演 烹饪 美食 你看到这些的时候 非常的惊讶 你不得不承认 就是人 这个是他的想象力 他的联想力 他的创造力 他的表达能力 真的很多很多很多 这些从哪个地方来呢 唯一的答案 正确的答案 是从神那里来的 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 做的 我们的神是一位 充满创意的神 你看他现在创造的地球 和周围的环境 给我们居住 还有一天 神要将这个 目前的地球 废掉去 他做一个新天新地 他说 看啊 我将一切都跟生了 那个时候 当我们进入 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 我们现在住在一个 地球的表面 一个平面上面 但是将来所做的 那个呢 是一个立体的 我们从来没住过 一个立体的世界里面 所以我们不知如何 但是他说 他的长 长 阔 高 都是一样的 说你是四千里 很高很高 很奇妙的 因为我们的神 是不断的 重生 因为他有重造 等于姐妹 盼望值着以上的分享 知道你明白 人在哪里来 还有人的创造 为什么这么特别呢 因为我们是 照着神的形象 被创造的 好了 现在 问问题了 George 第一个 George 他很流心听 你看着他 他听到 整个头都 George 神生命的 第一个特征 是什么呢 OK Very good OK OK 好好啊 Robert 是不是Albert Albert 第二个是什么 好啊 非常好 感谢主 感谢主 周文啊 周文 第三个是什么 圣洁 多谢你 圣洁 苏弟兄啊 Denis苏 是啊 你啊 神生命的特征是什么 一个是爱 一个是有选择的能力 第三个是圣洁 第三个是圣洁 第四个是什么 OK 永远活着的 永生的神 好 多谢你 非常之好 好 Elsa 姐妹 下一个是什么呢 神有灵 神 God is spirit 跟着 St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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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是什么 神有道德标准 神有道德标准 最下一个是什么 最下一个是什么 Anita 姐妹 OK 多谢你 Loreen 姐妹 下一个是什么 Tomas 最下一个是什么 他 最下一个是神 是创造的神 感谢主 你看每一个人 是男子 是女子 是年纪大的 是年纪小的 每一个人神都很公平 神都给我们有这些 生灵的特征 现在 如果你忘记了 就在上面 跟着 我们要最看的 神按照 他自己的形象 自己的样式 创造我们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经文二十八节 我们一起读好吗 神按照自己形象 做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神说 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 做人 使他们管理 海里的鱼 胸中的鸟 地上的生畜 爬虫和存地 这个关键字 是管理 管理 OK 神充做我们 给我们这么多 照着他的形象 这么难共 OK 去观察 去发现 去了解 去认识 去总结 去归立 去操作 始终是要 叫我们去管理 管理 我们现在想一想 当然 我举的 只是一些例子 从各人的角度 personally 管理神给你的资源 神给你的时间 神给你的财光 还有管理 你和神之间的关系 归我们自己 虽然是一个人 不简单 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们先第一要管理好的 是我们自己 第二 你要管理你的家 管理你的家 你的配偶 你的亲子的关系 你的in-law 很多的家庭 工作 管理你的公司 你的生意 你的员工 你的同事 当然有更低的范围 有些人做市长 有些人做一个county的长 有些人做state的governor 有些人做国家的总统 有些人去管理一个世界 所以神给我们照着他的形象 为我们做一个神的好管家 神给我们这么多东西 还有一件事 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么多呢 你不要忘记 人迷就是为了这个世界 这么简单的过去 传道书第十二章十四节 我们一起读好吗 因为人所作的事 连一切隐从的事 无论是是否是恶 神都必审问 神交托给你这些 完了之后有一天 神要问你 我交给你的东西如何呢 我交给你的东西 你有没有做得好呢 我相信到时有些人 真的很沉愧 很羞耻 也有些人很欢喜 去见主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直到我们知道 神给我们有这一切 有一切 有一切 有一天 我们要向神交涨 我们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 OK 神要照着我们各人所做的 有没有做他的好管家 方方面面 好了 大影节目以下 我们将今天的信息 做一个应酿 就是在生活上 读了圣经 知道之后 要应酿的 第一 神照着我们的 自己的应酿 使我们 和其他被造之物 分别出来 人生命的性质 和动物生命的性质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 不能将两样东西 说一切 所以基督徒 不能说 人是猴子变的 sorry 这些是封言 这些是lie 是一种欺骗 他要叫我们忘记 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 他要叫我们忘记 你可以过你自己的日子 照着自己的意思去活 他要叫你去放弃神 给你的地位 权兵 直到你忘记了自己 生存的意义 价值 和你的责任 所以我们基督徒 要知道 神创造了我们 我们的生命 我们是带着神的印记 神的形象 第二件事 神做我们 说明我们 我们和神荣耀的生命 是相似 我们是享有 神尊贵的生命 既然我们有贩于神的生命 有贩于神的圣情 我们就要与神事上沟通 我们要以神为乐 以神为满足 任何不属于神的 不是从神来的 我们要拒绝的 如果你今天去问那些无神伦者 你问那些进化伦者 你问那些唯物主义者 说人活着是什么 他会跟你说 人在这个世界 it's an accident it's a chance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是一个意外 是一个偶然 是一个unfortunate 既然你不知道你哪里来 it's my chance 但是他里面实在有神的形象 他要尋找心灵的根源 他要得着心灵的满足 但是他不知道 他怎样去得着 所以人有时 就在不同的东西里面 去尋找满足 有些人要在 酒精那里尋找满足 有些人要去开party 得着快乐 有些人甚至在 毒品里面 要得着满足 有些人要在 他的职业 他的金钱上面得着满足 有些人风中情欲 要走享受 有些人 为什么要打扮自己 成为自己很潮流 要找到心灵的意义 但是有没有办法呢 刀头来 心灵一点都不满足 你去问那些开party 你问那些走鬼 赌鬼 打磨麻雀的人 你说你做了这些 你心灵满足 没有的 但兄姊妹 金钱 物质 色情 命力 地位 都没有办法 帮我们找到生命的意义 和存在的目的 为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挑剔呢 不是 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 只有神自己 才能够满足我们 我们找到神 才能找到生存的目标 当你只要当你将神 放在生命的手围的时候 你走到真正的喜乐 有人这样讲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他说 钱离开了人 筷子一张 人离开了神 百活一场 大家同意吗 钱离开了人 还有没有用 我们这里有banker 很多钱 经过你的手 如果人不活着 这些钱有什么用 真是废纸一张 人以为离开了神 真是百活一场 第三 我们照着神的形象做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 在我们身上 因此 我们必须尊重生命 我们需要尊重生命 我们不可以轻看人 我们不可以伤害人 耶稣说 我们不可以骂我们的弟兄 是拉家 或者是摩尼 说你这个人是没有脑的 你这个是个蠢物 一个废物 你一头脑都是张狐 No No You cannot say that as a Christian OK 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 你没有资格 去这样去批评他 我们更加不去杀人 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 所以我们需要尊重生命 第四 神让自己的形象做我们 为我们荣耀祂 好像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子女 是我们爱祂 用生命生祂 祂是我们生命中的生命 我们把不得 祂能够代表我们 甚至我们希望 清出于男 胜于男 是不是这么说呢 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女 给我们好的 使到他们在外面的时候 即是祂 真是能够代表父母 升过父母 同样的 神做我们 是要我们荣耀祂的 以赛亚书43章7节 它说 凡清为我命下的人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充造的 高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说 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我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感谢主 所以大兄姐妹 基督徒 不单背着祂的名 我们还带着神的形象 We carry the image of God We carry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神对我们有期望 世界的人对我们也都有期望 当他们听到说 哇 你是个基督徒 他盼望你是诚实的 他盼望你是有慈爱的 有良善的 是愿意帮助人的 他盼望我们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 但如果我们只是背着名 没有活出这个生命的时候 人对我们非常失望 人可以因为我们的缘故 甚至去挥绑我们的神 挥绑这个圣经 挥绑教会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记住 你要为着荣耀神而活 无论在家中 在学校 在工作的地方 工区的场合 在教会 都要荣耀神 司徒保罗说 我活着若是为基督 死了就于我有益 每一个人都希望 死的时候于我们是有益的 但是今天我活着要为基督呢 兄姊妹 你能够说出这个说话吗 但以这个说话成为我们的目标 我们要为基督而活 有一天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匯别这个地球的时候 圣灵会为我们做见证 是的 他们识了西上的老虎 做工的果效 一刻随着他们 大家知道 Alisander the Great 他32岁征服了世界 33岁的时候就死了 当他死的时候 他们当时的方族 是要抬着他的观目 去跟所有的人 say goodbye 所以那些人 要在很长的街上 但Alisander the Great 跟人们说 他说 你在我的观目 手臂的地方 画两个洞 将我两只手 伸出来 跟人们说 Alisander the Great 32岁征服了世界 但当他离开的时候 两手空空 两手空空 他没有什么可以去见主 他没有办法去带什么去见主 但是基督徒说 如果我们今天 为基督而活 死了就 冤我们有益处 圣灵说 是的 他们识了西上的老虎 做工的果效 我们做工的果效 要取得他们 我们是可以带众永恒的 所以哥林多前书 第十五章 五十八节 跟我们怎么说 我亲爱的大兄们 不要坚固 不可遥动 上上剧力 多作主功 因为知道你们对主里面的老虎 不是图然的 感谢主 求主帮助我们 以估我们为主而活 当你见主的时候 天使来接你的时候 你很欢喜 主在天堂的门口 接受你 但以估人 或者狂欢 或者满足肉体的享受 死的时候 他充满着惧怕 这就惨了 最后我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十九二十节 来圈面大家作为信息 圣经说 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电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 并且你们不是为自 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厂家买雷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体上 荣耀神 好吗 大兄姊妹 记住 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 我们是带着使命 有神的印记 You carry the image of God You carry the name of Christ 以下我们守住的圣餐 今天派圣餐是哪一位 多谢你大兄 好的 Kavin 大兄 我们感谢主 OK 亲爱的天父 父母耶稣基督的名 主要感谢你 感谢你的补血 洗准我们的罪 以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 来到你的私恩 寶座前 和父神你有相交 有美好的关系 我们感谢你 感谢主 你 祈下圣餐 给我们为了纪念你 现在我们 是奉主耶稣各名 阿门 阿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祈祷 牧师,请你跟我讲一句 亲爱的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命,多谢你 我手中拿着的毛孝饼 象征耶稣的身体 在十字架上为我被钉死 在亚东的里面 人失去了神的形象 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我们可以做一次恢复神的形象 虽然我们不完全 但是你已经在我们心里落动了善功 你必成就者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无下无痴 欢欢喜喜 站在主的面前 多谢主 赐给我们这个饼和葡萄汁 将我们熟回来 直到我们归回到神的面前 感谢主 荣耀归回给你 同心合意吐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命 阿们 阿们 打赐子们我们传感应的心 领受主的饼 大家请坐 亲爱天父 奉耶稣基督的命 主要感谢你 感谢你的保血 洗准我们的罪 主要 打起葡萄汁 象征你的血 感谢耶稣基督的命 洗准我们的罪 以至我们能够有新的生命 我们感谢你 奉靠耶稣基督的命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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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将你的饼、你的杯带给我们 感谢主 永远归回给你 愿你快再回来 我们领受你的爱 领受你的赏免和洁净 领受你有福的应许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大兄姊妹我们全感恩的心 领受主的杯 感谢主 大兄姊妹请坐 将时间交回给诗会 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唱回应的诗歌 这首诗歌提醒我们 去以爱奉献 奉献我们一生去活着 为神去活着 我们用一个很轻松很轻快的心情 因为我们生活上应该有喜乐 因为神已经在十字架掌 将儿子为我们的罪摆上 我们有喜乐的心情去活着我们每一天 敬拜佛祝 敬拜于是风 为神心已要一致 歌声标净 为神心已要一致 我去遇见在 你连天难怕老远 为首去同声 敬拜佛祝 敬拜神大外万篇 乐意将再奉献 今生化作活距 求得破路途上 冲海奔陀燕 佳人留你为免 佳人留你为免 丁楼跨过每天 用安心去实践 主的教会未变 还有天或疲倦 道德保守人烟 一生以爱奉献 俗神的生不变 敬拜于是风 为神心已要一致 歌声标净 为正主人可慰天 我去遇见在 你连天难怕老远 为首去同声 各身大外万篇 乐意将再奉献 今生化作活距 求得破路途上 冲海奔陀燕 佳人留你为免 丁楼跨过每天 用安心去实践 用安心去实践 主的教会未变 还有天或疲倦 道德保守人烟 一生以爱奉献 宿生的生不变 乐意将再奉献 今生化作活距 求得破路途上 冲海奔陀燕 交信我作活距 丁楼跨过每天 用安心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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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教会未变 从有天或地卷 道德保守人烟 一生以爱奉献 宿生的生不变 感谢神请坐 奉献是我们对相信神 回应神 我们与神有联系的回应 如果当中未有接受主 为我们个人救主 在这件事上有所保留 感谢神 祈祷 孙位 太平留 救命 dear desire 祈祷 与我们的慰倩金祈祷 主 是你的爱招聚到我们的虚拟当中 亦是因为你的生命的摆上 让我们能够与你有连结有关系 得着你的救恩 主让我们在这一刻将我们微小的奉献给你 求主越纳 也要让这些金钱成为资源 让教会成为你使用的地方 成为登台 成为照耀我们当中周围的人 让他们能够吸引他们 将你的福音讲传 求主你也是使用 让我们能够呈现这些 表达我们绝对你的爱 我们祈祷交托感谢 奉主耶稀祂的名 阿们 阿们 接着是欢迎的时间 我相信今天没有新来的第一次的弟兄姊妹或朋友 我们很欢迎大家 刚才开始 如果你在线上看到我们 我们更欢迎你回到这里 和弟兄姊妹一起的敬拜神 好吗? 我们特别的邀请你 一会儿我刚才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很多东西 在崇拜之前 一会儿我们完成崇拜 我们有机会团契的时间 欢迎大家留步 一起交通 一起来互相有分享 接着有些报告 我没有详细 因为秩序单已经登在我们的所有活动 看看星期三我们有祈祷会 星期五我们有茶经 星期日我们有主日课 还有我们当然有崇拜 之后我们有我们的弟兄姊妹 和姊妹团契 很欢迎所有弟兄姊妹一起参加 Dixon有没有特别的报告? 没有?OK 好,接着一起起立 我们去唱三一众 接着请牧师祝福 请Dixon祝福 真美成福 圣子 圣灵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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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 让我们同心祷告 天会上帝愿以一切的荣耀 重赞归于你 愿你去阅纳我们在你面前所有的献程 无论是诗歌的赞美 无论是我们一起去学习圣道 然后用一个信服作为回应 或者是我们是以金钱奉献 去献在你面前的祭 愿你都去阅纳我们 主啊 我们又恳求你 使到当真理被宣讲出来的时候 叫真理藏在我们心里面 去发芽去成长 叫我们今天我们明白 当我们恩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恢复回神创造我们的形象的时候 就赐我们力量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 去宣扬神理的美德 在这个充斥着黑暗 方言歪理的世界里面 给力量我们作主真光的见证 主啊 有愿你去为我们这个城市赐下平安 主啊 我们要为着我们身边的市人去祈求 去感谢你 主啊 愿意你的慈爱 天父你的慈爱 基督的恩惠 圣灵的交通力量 尚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 叫我们在这个末世里面 时刻警醒 时刻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在来 我们一直赞美你 感谢你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 阿们 各位订阅姐妹请坐 用我们以蜜桃去完成我们的聚会 然后我们可以移思 我们去到旁边我们有团契的时间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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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 祝我的官方 recognise 我们 jobb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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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